今天来到金牌调解的刘女士 一落座便给调解团队出了个难题 想请在座的老师 给我们定义一下 什么是爱 为何刘女士在调解现场 要抛出这样的问题 原因无她 正是基于她和丈夫许先生的这段婚姻 原来同为二婚的他们 在最初相识的时候 难得地在彼此身上找寻到了爱 在刘女士看来 许先生对家庭的小爱很直接 对社会的大爱更是让她动容 而许先生对爱的理解则更是简单 爱一个人就要不遗余力地帮助她 因此一个想感动一个被感动的两个人 相识短短三个月便携手步入了婚姻 可是就是这样一对因爱结缘的夫妻 在婚后的生活中却逐渐因爱生忧 甚至一度由爱生怨 我觉得我很委屈 我不值得 因为我 她说我很贪心 我跟她结婚婚后 我们是婚后也有房子 是她的名字 我该给的 我们婚后 我觉得我有这个人 如果她对我好 我还有房子 就厮守一点 我还 错了 错了 你不要这么厮守 我没这么想着你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对原本带着对彼此的爱意 走入婚姻的两个人 变成了如今的局面 这对夫妻 在经过本场的调解之后 能否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定义出他们心中的爱 而他们这段错综复杂 各怀怨怨怼的婚姻 又会最终走向何方 答案尽在今晚的金牌调解 爱的定义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 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节目由金水宝特别支持 费鼠金 肾鼠水 补肾亦费金水宝 本栏目由苏萨生榨叶芝 指定播出 自然新鲜与挚爱分享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刘女士和许先生 我们还是先了解 两位当事人来精快调解 想解决的问题 自己的诉求 想请在座的老师 给我们定义一下 什么是爱 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人 都认为用自己对的方式 爱的方式 其实都是把生活 过成了一地计谋 因为两个人的性格都非常好强 也好胜 所以谁也说不通谁 如果没有其他的矛盾 也就是像他所说的一样 就按着他慢慢地往下面说吧 调解一开始 刘女士就抛出了一个 颇具哲学性的问题 让现场的老师们 帮他为爱下个定义 而一旁的许先生 更是一副想妻子所想 愿意耐心倾听妻子心声的样子 那么这样一对 看起来一团和气的夫妻 又为何要来到金牌调解呢 这一切还要从他们 四年前相遇的时候说起 那时的刘女士 与前夫离婚后 就一直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而许先生和前妻离婚后 儿子也已立业 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于是两人便在 共同的好友介绍下 认识了彼此 当时 刘女士对于许先生的第一印象 是颇有感触的 他就是问我的情况怎么样 你有没有外在啊 你自己有多少钱啊 你养孩子有多少个啊 要多少费用啊 他自己评估 而随着对许先生了解的加深 刘女士对他品质的肯定 也逐渐加深 他说汶川地震 他捐了多少多少钱 他又辅助了贵州的贫困孩子 上大学 我觉得这么有大爱 而大了刘女士11岁 打拼多年 已经创立了一番事业的许先生 当时想要和刘女士 走入婚姻的想法 也十分简单 想找一个稳定的家 我当时也有个宏大的愿望 就是说找一个 家庭情况很差的 甚至说受过苦的 有个自我成就感觉 让别人认可我 我要让他真正地能够感动 我是帮助他的 帮助他以后 让他知道 知温报温 于是就这样 一个感受到了 对方身上的爱 而另一个 则是希望奉献出自己的爱 两人一拍即合 短短三个月后 就走到了一起 在他们刚开始相处的时候 还碰撞出了一些有趣的火花 他在金钱关上面 是一个非常节省的人 我第一次去他那里 那天还是情人节 到了那边大概是七点多钟 然后到了那个站点 他接上我以后 就给了我一个钥匙 家里的钥匙 一张地铁卡 我们俩就坐地铁回来 我以为既然你不在外面吃 那个点 你回到家 应该就准备了 很丰盛的饭菜 这是你第一次到他这边来 但是他就给我 煮了六个馄饨 六个 对 这个数字 很深刻的印象 然后就到了第二天早上 他就给我介绍 他家那边的热干面 我跟他就走街穿巷 结果去到的是一个小路边摊 其实当时我的感觉 我都不注重这些物质 或者是吃的这个怎么样 明白是心理感受的问题 对 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人很实在 不虚假 不会说 有的人为了讨女欢欣 会摆很多牌场 讲很多面子 有失落吗 还是会有一点 就是觉得 我觉得对我不够重视 可能说的 我没有知道那一天是情人节 我不喜欢表面现象 我喜欢慢慢来的 可能说 我能给人一种 后发自惊喜的人 这就是我 我当时想过 我两个人反正慢慢来 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机会 有的是表现自己 不必再有一分钟 一秒钟 可是我不得不说 就算那天 你不知道是情人节 那至少他是第一次来 我疏忽了 是我的 因为我有底气的时候 我自己认为 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机会去验证的 你很确定 你可以让这份关系 有来日方长的时候 所以他如果真心地对我好 他会站得不会走的 我还是慢慢地来 再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 这样一些小插曲的出现 并没能影响到他们两人的感情 而许先生也确实做到了 如他所说的那样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自己对刘女士的爱 结婚后的他 先是帮助妻子 还掉了十几万的外债 付清了妻子婚前购买的房子的尾款 还在刘女士两个孩子 读书的所在地购置了房产 刘女士便在婚后 一心照顾起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一家四个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 按理说 这样的生活该是十分温馨和睦的 可是渐渐地刘女士就发现 自己这个心中有大爱 对家人也有爱的丈夫 内心却始终极度缺爱 回老家了以后呢 首先回去肯定很自然的 就是讲家乡话 他就非常非常的反感计较 然后为这个讲家乡话的事情 立马就吵架 他觉得我没在乎他 没把他当回事 我是外地人 我听不懂你的话 你讲家乡话 你就表示你没有把他看中 他希望你怎么做呢 希望我所有的话 都必须以普通话表达 哪怕我跟我家人的交流 对 我跟我老乡的交流 对 我会顺着他的意思去调整 但是有些话是 我不是对他说的话 他不参与这个话题 那我脱口而出 我就是家乡话 他当时的表现是 很生很大的气 他甚至会很委屈 很失落到也是很伤感 会跟他去探讨这个问题吗 争不赢他 他有一大堆的话 得等着你 第一天去了以后 肯定讲家乡话 那很谁 到了晚上我说 以后啊 你不要把我当空气一样 现在我已经有这个陌生的感觉 他说他的家乡话无所谓 但是你应该首先要 把我也参与其中 我跟他说 我说你们 说你们的家庄 就像我等于一个 我到国外去的一样 我越发需要你的关爱 哪怕你要在乎一点 让你的亲戚 或者让你的朋友 觉得你不是找了一个附庸 而是找了一个 我自己爱人 我要关注他 让我能够亲身经历地 感受到这一点 我跟他交流 没用 他说 你就要听着听一下 你不要计较这么多 我说 你首先一条 你爱这个男人 你既然把这个男人带回去 你一定要训到这个男人的思维 要照顾他 让他感觉到 他就会以后更加地 从内心里面会感动 就因为这个家付出 我就更加感动 你从他这个行为上 得出的结论是 他不在乎你 他不爱你 他才会这样 有这个感觉 就是他一直有固执己见地 没在乎过我 我就觉得很冤 我就是接个电话 我都必须要说普通话 他对我的要求 是要讲讲讲话 但是他自己 跟他自己的同学 一样是讲的假讲话 你没有问他吗 为什么 有问呀 但是我不在意这个 你爱讲假讲话 我又不要求 所以你觉得 是他敏感了 对 丈夫这样的状态 让刘女士 有些不知所措 她自认不是一个 在生活和情感上 会忽略 冷漠丈夫的妻子 因此 她不能明白 丈夫的这种不安全感 究竟是从何而来 而更加糟糕的是 随着一年前 丈夫突然发病 得了中风以后 她的那种不安全感 就被这来世凶凶的病情 成倍地扩大了 让她更加地无所适从 生病以后 她更加地敏感 她就觉得 我前面都付出了那么多 家庭呀 还债呀 买房呀 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为你做的 对 那生病了 她首先是捕捉的你 你的心里有没有产生变化 第二点就是 她自己极度的焦虑 第一天送她去住院 办完所有的事情 弄好之后 体检做完之后 那就入住到医院 来到病房了 那到了病房 也都是下午了 那我就说回去 要准备一些洗漱用品回来 刚好到小区门口 都还没进到家门 护士就打电话来 她说你没有家属陪伴吗 你先生都差点摔倒了 我说她不是躺在床上吗 她说她走出来到处找你 我说我走的时候跟她交代了 我回来拿东西 甚至保点粥给她带过去 结果她说你身边没有人 她这个样子不能离开人 你必须马上回来 一下不能离开 不能离开 在很多照顾当中 就包括那一天 我说我弄了粥 我说我剁点肉饼 那就不油腻 她不吃 我就会解释给她听 她说我不耐烦 所以我有变化 她眼光里面 就是捕捉你的表情 有没有不一样 异常 当时我发病是这样的 医院的诊断是脑梗塚 半边已经烧坏了 我是说话里有点颠三倒四 再一个我心里抓狂 从我一个好好生生的一个人 投篮一下子中风了 是不是 中风以后抑郁会忧郁了 如果是夫妻原配的话 她会很伤心的那种感觉 我在眼神里我没看到这一点 再一个呢 我说你对我好一点 我现在可能说话里 有一点脾气问题 我以后会改变的 但是你不能顶我 两个对的发脾气 她说你这个病人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很委屈 我不值得 我很冤 我做到这样的情况 哪怕就是一个膀胱者 外人来说 她是一个中风的 就怕二次三次中风的人 我就不应该跟她吵枣 所以你是对她失望吗 是 我的越来越焦虑 从许先生的话语中 我们不能感受到 她身上的那种焦虑和担忧 而正是这样一种 每时每刻 萦绕于心的不安 让许先生新生出了 对自己在经济上的付出的不值 刘女士告诉我们 虽然出院后 丈夫的身体在日渐好转 可是那日积月累的忧愁 已经让丈夫内心 滋生出了对自己的不满和怨对 最直观的一点就是 与当初在一起时的 全新付出相比 现在的丈夫在经济上 已经开始对自己 有了诸多防备 金牌调节 由苏萨生榨椰汁指定播出 自然新鲜与振爱分享 喜庆百家宴 欢聚小团圆 苏萨生榨椰汁 品质如初 新鲜依旧 苏萨生榨椰汁 自然新鲜与振爱分享 思萨向阳而胜 疫情未远离 接种新冠疫苗 共助健康屏障 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建立全民免疫 需要您的一臂之力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本节目由金水宝特别支持 费鼠金 肾鼠水 不肾亦费金水宝 本来目由苏萨生榨椰汁指定播出 自然新鲜与振爱分享 现在通过金视频APP 可以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 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 好 我们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他生病以后 他儿子没有第一时间来看他 也没有说 我这个爸爸生病到底怎么样 还跟这个人结了婚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 我得看一看他 有的就是 那你跟这个结了婚 那个财产就要管好 他就会给你分 是儿子的想法还是谁 前妻和儿子的想法 那许先生的做法 许先生他自己也觉得有不安全感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不安全感 所以他前妻就不断地在跟他讲 要把财产稀产回去给他儿子 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们分配这个财产的时候 商铺是各自的 还有一套居住房是对方的名字 就是比方说 他的房子是前妻的名字 他前妻住的房子是他的名字 他跟我解释的是说 去把它换过来 我说也可以 但是有一点 你不能说都把它变成他们的了 特别是你现在生病了 你往后要有个保障 他结果去到以后 回来以后告诉我的结果 把该是他的 吸给了儿子 该是前妻的 吸给了前妻 他自己那个前妻的名字 没动 那一天我是很生气的 我的这种生气 他不能理解 他认为我是看到财产跟他争 我把财产吸给了别人 你才这样生气 对 他说那都是我婚前的财产 跟得没有关系 我可以不用经过跟你说 其实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的商铺是我的商铺 我自己的房子还是我自己的房子 什么东西转给了儿子呢 把我的商铺改了儿子的名字 为什么 我觉得不值得 觉得还是不值得 也不叫保护的情况 就是很冤屈 如果我真的有个商场良胆的话 免得他们以后去扯 你保的不是钱 你是要把他保在之外 是的 你觉得他在争什么 或者跟你吵什么 他说我很贪心 我和前妻两个辛辛苦苦打拼了 二十多年的 那是我前妻分出来的事情 不就毫无一称的关系 你觉得他是来争东西的 我也没说他不争 二十多他心不要这么大 我跟他结婚婚后 我们是婚后也有房子 是他的名字 我该给的 我们婚后 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如果他对我好 我还有房子 就思索一点 错了 你不要这么说思索 我没这么想的 你说不要低级的想问题 说施舍这个词不对 你觉得应该用什么词 如果他对你好的话 当初回报 就是说你还是在交换吧 这种论我也不成为交换 谁都不是圣人 调解至此 不免让人有些感慨 刘女士和许先生 这四年的婚姻时光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可就是这四年的时间 却把他们从当初 坦诚相待 两心相依的两个人 变成了如今这样 两相怨对互有委屈的两个人 把当初对婚姻的美好憧憬 过成了如今的一地鸡毛 身为心理咨询师的苏丹 决定从两个人的性格特质 和心理感受出发 为他们剖析出 造成两人现状背后的原因 两位都卯足镜地 对对方好 但是对方感受不到 这种卯足镜的好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你对我特别地好 然后我感受不到呢 先生啊 是显性的焦虑 然后呈现出 非常显性化的脆弱 和需要关心 而女人呢 你是一个非常隐性的焦虑 呈现出来的就是 我表面上看起来不在乎 没关系 实际上心里都记得 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敏感的人往往关注自身感受 如果要跟一个敏感人 进行交流的话 该如何做到 一定要听对方 把话说完 还要复述一下 一定要给对方做反馈 没有给到对方反馈的 会被对方解释为 我没有被听到 所以啊 对敏感的人的交流 一定记得这一点 听 然后反馈 然后还要告诉对方 我的感受是什么 你说到这个的时候 你那么强的 感谢观看 都千万要切记这一点 今天的许先生说 你的婚前财产 是跟我们的刘女士没有关系 但是呢 她对你这么好 完全是趋于责任 真的并不是图你的钱 如果你觉得我给钱 你要对我好 这只是购买服务 你可以购买家政服务 你可以购买护理服务 你可以购买医疗服务 但我们的刘女士 为什么对你好 她机缘的是自己的责任感 自己的道德 以及自己作为夫妻一方的 应尽的责任 因为法律上赋予了她 要在这个危难时刻 对你进行照顾 不是为了钱 第二个呢 你说到 你这个之前的婚前财产 跟前妻之间可能还没有交割完毕 因为没有交割完毕 这个钱财并不是说 还是你前妻的 我们的法律规定 房屋是以登记的一个公式效率 也就是说房子登记在谁名下 我们初步判断就是谁的 所以你的妻子 为什么会去在乎这个事情 倘若你发生意外 她需要拿这笔钱去救助你 说远一点 百年之后 你的财产是要当为遗产分割 遗产分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第一顺位继承人 是包括你现在的妻子 以及你的小孩 我想刘女士的初衷 并不是为了这些 其实说句实话 我作为男性来讲 我不觉得你很尊重刘女士 我觉得你太自以为是了 你在不断地刷存在感 你在感恩跟回报上 你是一个双标 作为可能在家里面 收入比较多 需要得到存在感 需要关怀 需要一些安慰 但你是过于强调这些 你学法 但你只学了一半 还有一半 你没有分清楚 法律背后的情理 两个内心有爱的人 很想靠近爱 也能够付出爱 并且想成为爱 但是为什么会活得 这么痛苦呢 我先来说说许先生 许先生 你一定是个好人 你对社会 对外界 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群体 你真的很有爱心 大家都在定义 你是一个好人 你自己也是这样 自我评价的 但是 未必适用在婚姻里 我感受到的是 你对爱的付出 认知 理解是有偏差的 你只是在遵循着 你自己的标准和定义 在和妻子相处的关系当中 你真的是付出了 但是你习惯以恩人自居 你希望他积极主动地去回报 去感恩 这种行为 我解读到的是无私 但也是自私的 因为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你随着付出越多 你的怨气就会越多 在婚姻关系里面 你去强调有回报的付出 那是很痛苦的 你要想明白 付出才是你的目的 不是得到 刘女士 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 你其实明知道 她非常渴望被看见 被懂得 被放大 她真的是带着真诚向你走来 她负担了你婚前那么多的外债 她去善待 并且抚养你的两个孩子 和她毫无血缘关系 她真的做到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在她的要求之下 采取生发 我们可不可以 自觉主动地去生发出 感恩之心 感激之情 因为你的自觉主动地生发 它其实是欢喜的 被动的要求 是痛苦的 你要学会去主动地看见 并且去真诚地拥抱你的爱人 让她新生出力量和勇气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智慧的妻子 用心 用爱 才能够去经营好的婚姻 你们的事情 我想起一个非典型对话 一位大学生进到大学 过年回家就跟父母讲 他说我有点不太想继续读了 那家里面就问他 为什么呢 含辛茹苦啊 才考上大学 然后这孩子说 寝室里面的人很难相处 各有各的习惯 各有各的观念 我觉得很累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作为父母 应该怎么说呢 有一位家长就说 他就说人是改变不了的 你就是多看别人优点 就人跟人相处 看缺点没法活 看优点就好办 所以夫妻之间也好 同学之间也好 其实就是人跟人相处 如果我们希望 对方要改变要调整 确实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就像吃饭的时候 我都说了 我说我在你们身上 看到了羞耀 那同时也看到无奈 但这个无奈 你看就局级在两点 第一 发现对方没法 按自己想象的那样 变好一点 第二 发现对方周围的人 没办法 像我期待的那样 变得更好一点 你们家的事情 是一种什么 叫不开心当中的万幸 有不开心 你们到现在都还不是很开心 但是有很多万幸 就是那些 让人更难受的事情 在你们这里还没有发生 所以一个多看优点 第二个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也是我们生活下去的良方 你说谁对谁错 都有 对错要拎出来吗 要调整吗 好像我没发现太大的问题 有一个点 提醒一下许先生 你一路经历过来 就会觉得 我只要对别人好 很付出 别人就会舒服 这一点我还真想提醒 它不是这样的 情感的交换 并不是用物质的交换 可以完成的 那反过来 刘女士这里 其实你对她是尽心尽力 因为你在比较 她的前妻做不到的 你做得更好 所以你要换的 并不是她的那些房产 你要换的是信任 以及她心目当中 把你当作妻子 但是 这一种付出 她就能换来 你期待的这些东西吗 她也不一定 这就很奇怪 其实二位都觉得 自己付出很大 但是都没有换来 在对方心目当中的 那个位置 或者是那一个态度 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我们把这个放到密室 回来我们来揭晓答案 苏萨声炸烟之体是您 接下来将进入 密室调解环节 明明两个人心里都有爱 也在倾尽全力地 为对方付出 但是却没办法 真正走进彼此的心里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而这样的僵局 又该如何破解 这是调解员胡建云 在发言的最后 留给双方当事人的课题 因此 观察员苏丹和武运 分别陪同着刘女士 和许先生进入密室 帮助他们 为这个课题找寻答案 一进入密室 刘女士就向苏丹求助 她现在和丈夫的沟通 已经存在很大的障碍 彼此都不知道 该如何才能将自己的想法 传递给对方 现在沟通很大的障碍 是什么呢 我说一句话 我要说完整 她往往只听了我一句 她以为我要说的话 是她理解的那样 然后就自己 接着这个话 就到头头头都不决 说完之后 我说我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说这个话呀 就没办法交流耶 如果说一句话 你一定要把重点的那一句 在前面 你以后不要跟她落弯 不要娓娓道来 她是听不到你娓娓道来 对 这是你的表达方式要改变 这样你们才可以同品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只要一做事 她就坐不住了 她就有点像孩子 像婴儿一样 找妈妈 为什么你都不观察 我现在很不舒服 现在有人跟我聊天 我说可以 那你等我一下 我这个搞完 然后就来 这个很重要吗 你那个东西不是可以听的 当她提出要赔的 这个需要的时候 你必须马上放下手上的事情 去赔她 但是在她的意识里面 任何事情都没有她才会发 定人就是认为自己最重要 没错 这不是狗同 这是排序的问题 你这个排序出现的问题 别人感觉到的就是不重要 对对对 这边苏丹告诉刘女士 要多多照顾到作为丈夫 同时也是一个病人的 许先生的心态和感受 密室的另一边 武运则是劝许先生 要适当降低对妻子的要求和期待 你恐怕还真的得稍微降低一些 你内心对她的期待 就是你对她 希望她能够给予你的回报 你要降低 就是你要学会自己要降大 一看你的情绪稳定 是建立在她 附和你 满足于你 听命于你的基础上 我要改变自己 同时 武运提醒许先生 婚姻生活不是做生意 夫妻关系更不是买卖双方 在经济情感上付出很多 固然令人感动 但却不能因此要求对方 必须给予相应的回报 更不能因此缺失了 对妻子平等的尊重 妻子是应该主动地 给丈夫提供情绪价值的 她对我好 我真的什么都可以 我知道 真的 她就是一个 滴水之恩会涌全相报的人 咱们今天来 你换一种模式 你不要 不要说 不要把自己始终是 就是你定在那个 要她看见 要她回报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实施控制 她是很厌恶很反感的 对 所以她就会更加地去 去触你 你说的有道理 我换一个方法 对 换一种方式 换一种心态 密室的两边 刘女士和许先生 都在观察员老师的帮助下 努力攻克 胡老师留下的课题 慢慢学会 走进对方心里的方法 那么 他们的学习成果 究竟如何 不要走开 我们的调解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本栏目密室环节 由苏萨生榨业之指定播出 自然新鲜与至爱分享 密室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两位当事人 各自是什么样的想法 通过这一次的调解来说的话 我内心也很波动 觉得受益吧 我们两个四年程序期内的话 可能说不管内心言语方面 可能说都没有达到 双方面的一个虚伏感觉 但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起 我首先我自己的思想 我要改变一下 有证我的思维观念 以为我是在 什么季平啊 姐夫啊 什么我改变 我是一个丈夫 我做到做丈夫的 这怎么办 真好 对 是丈夫 这是我应该的 是不是应该的 首先我要改变我自己应该的 不会重提以前认回彼此理 在这个方面 我可以承诺到自己 我做得到 不改抽中 我一直希望我们两个人 能够真好好的用心过下去 不忘抽薪 今天的金牌调节 以后的开始起 我要做到我 一个做丈夫 做父亲继父的职责 以后该翻篇翻篇 然后该放心放心 行吗 可以啊 对 我听你的 当然放心吧 好 反正回去打扫鸡毛去 你拿搓鸡我拿扫吧 对 把一地鸡毛都给收拾了 把收拾干净 我也是要开心地打鸡毛 拿鸡毛 拿着打的东西 那是开心的 因为没有其他的琐事 我最后一个建议给奥巴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家里面有一样东西不能少 叫约定 这个约定 首先真的从现实的话题开始 经济 时间安排 精力的安排 关系的安排 先把这些说完 再去追求理想状态为好 丑话先说好 然后好话说不完 这种家庭 舒服 谢谢各位老师感恩 因为来都来了 还是希望你们开开心心 回去 调解结束了 从刘女士几次难掩的笑意 和最后幽默的打趣中 我们不能看出 许先生诚恳地表达 最终打动了她的心 让刘女士下定决心 和丈夫一起 清扫掉过去日子里 掉下的一地鸡毛 我们相信 经过了本场的调解 许先生和刘女士心中 都会有了自己对爱的定义 爱不是一味地付出或所求 更不是经济上的你来我往 而是感同身受的关心与陪伴 设身处地的理解与包容 我们祝福这对夫妻 在今后的日子里 能怀着那颗不变的初心 携手迎接今后的幸福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